我手上有一把磁力枪 在磁力枪上面有五个磁铁 在每一个磁铁旁边都吸了两颗金属弹珠 现在我在最右边放一颗金属弹珠 轻轻地推一颗金属弹珠进来 最左边的这颗金属弹珠就会快速地射出去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打桌子上的瓶子 磁力弹弓是利用磁力以及能量守恒原理 我从最右边轻轻地推一颗弹珠进来 这一颗弹珠会被第一颗磁铁吸引加速 当第一颗弹珠撞击到第一颗磁铁上面的时候 它会停止下来 把它的能量转移给第二颗弹珠 第二颗弹珠得到了能量之后 会射出去 然后再被第二颗磁铁吸引加速 当第二颗弹珠撞击到第二颗磁铁停止下来以后 它又把它的能量再转移给第三颗弹珠 这样子经过了五次加速的过程之后 最后射出去的这颗弹珠 它会得到很高的能量 因此以很快的速度射击出去 这就是磁力枪的原理 中文字幕提供